上午过后 黎啸和洛宇在景区附近散步 商宇一直在海景客厅里接电话 好像很忙的样子 沈青也呢 白鹿回说他去午睡了 黎啸姐为什么要把小沈总叫来叛马 方便行事 小沈总的身手很好 身手好只是一方面 更多的是需要用他的情报网 你是觉得我多此一举了 不敢 有什么不敢的 你明明就是这么想 沈青也在这儿 一来是帮我调查一些事 二来嘛 就是获取一些异动的情报 你们自己的情报网固然及时 但沈青也的情报却更精细 商家庞芝都在蠢蠢欲动 我总要做些准备 以防拖后腿 黎啸姐 无论如何 您还是多家提防 咱们回来之后 庞芝最近动作频繁 我担心他们会对您下手 兵来降挡 水来土掩 两个人又走了一会儿 黎啸呼得想起一件事 最近怎么没看到追风 她在医院 前段时间出了车祸 小腿鼓裂了 一个小时后 沈青也午休结束 沈青气爽的 走出了海警房 小沈总 刚刚主子找您 什么事 他问您昨天 为什么拒绝了 那笔五千万的情报交易 沈青也俯身 就拨通了他爹的电话 爸 你看到了交易帖 手机那端 不知道对方说了什么 二十几年前的人物 我怎么可能知道 听您老的意思 您知道女股神这个人 那不如您跟我讲讲 我先了解了解 说不定晚一点 还能把那笔交易追回来 另一边 黎啸和商玉牵手 走在沙滩上 过几天 商事宗族会 想不想去看看 如果我说不想 你就不带我去了 以你为主 宗族会是商事 每年一次的家庭会议 本家旁之都会来 人多 场面砸 要是怕麻烦 可以不去 正好我没有见过大场面 就当找找见识 也不错 想好了 嗯 这种事 不需要想 事业 脚跃当空 黎啸几人 坐在泳池边的赏景台 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 沈青也低头 滑了着手机屏幕 随即打开了一份电子文件 把手机放在桌上 你们看看这个 他是度假村的背后投资人 商琼英 是不是没想到 度假村建设中途 资金短缺 他只是临时入骨 闻声 沈青也直接摊在了椅子上 着实有点闹心 小七仔叫他来 就是帮忙获取情报的 为什么他现在感觉 自己来判马 一点用武之地都没有 不多时 度假村的专属管家 端着托盘 送来了酒水和冰块 沈青也绷着脸 接过鸡尾酒 想都不想就喝了一口 商品夹着冰块 丢进酒杯里 到了半杯白兰地 男人拿着酒杯晃了晃 送到唇边 钱敏之际 抖得停下了动作 缓缓偏头 看向离翘 便发觉他也端着鸡尾酒 以同样的姿势 在闻着味道 你们俩这是什么表情 别喝了 有问题 LSD之换剂 你那杯也是 安定